你三招之内把枪拔出来 我就放人 如果你拔不出来的话 那只好你留下来陪我咯 好 以言为定 话若永春率先出手 快速向着霸王枪而去 欲要早点将其拔出了结此事 对此飞天星星自然不会同意 他紧随其后追上永春 果断攻出数拳 将永春逼到霸王枪上 随后他也紧随其后落在霸王枪上 再次将永春逼开 剑大当家威猛 手下很是兴奋 说吧永春再次攻出 对着飞天星星猛攻而去 二人相斗 作为剧中顶尖的两大战力 二人实力旗鼓相当 一时间竞斗的有来有回 难以分出胜负 可在对攻数十招后 永春还是露出破绽 被飞天星星一拳击退 退回到霸王枪上 剑还有此等机会 永春赶忙出手 要趁机拔出霸王枪 剑撞飞天星星大惊 他赶忙一跃来到跟前 再次将霸王枪踢入墙内一些 直到继续纠缠下去 自己断然无法拔出霸王枪 于是在一番思索后 永春记上心头 他借着攻击的机会激怒飞天星星 让其帮自己将枪踢到另外一边 而他则可以顺势从另一边拔出 眼见自己被耍 飞天星星并未生气 他佩服永春的功夫 更佩服他的智谋 于是果断选择放人 并相约三天之后再比一场 文言永春也同意了下来 他让梁伯涛二人先行回去 而他自己则去寻找师父帮忙 当得知永春来意后 五眉事态并未说话 而是将身旁的核桃全部卷入袖中 随后以其强振身旁大树 将陶壳和陶人成功分离出来 看着师父这一手 永春明白 其实让自己用永春寸进来对付飞天星星 想明白这一点后 一日永春再次来到山寨 旅行和飞天星星的约定 见状飞天星星很是高兴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星星的主掌心所做的 有人皮痒痒要我教训 我不来不行啊 如果你输了 如果我输了 我就叫你妈 好 乖儿子 双双兵贼 选兵区吧 发展刀 你选这么短的兵器来给我这又长又粗的霸王枪拼 你断定我压代夫人了 你没这个资格 做儿子还差不多 一分长一分枪 看出霸王枪威力惊人 永春不敢应接 只能一味闪身躲避 知道空旷地方有利于霸王枪发挥 于是永春便躲入茅屋内 以屋内狭窄的空间来限制霸王枪的优势 果然 在狭小的屋内 霸王枪无法施展开来 导致飞天星星武力之大打折扣 剑状永春立刻使用八斩刀反攻 利用一寸短一寸险的道理 将飞天星星打得节节败退 明白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飞天星星赶忙一跃来到屋岸 手下剑状 立即围攻上前 想要帮助大当家 不料却被飞天星星制止 这是我跟他两个人的事 划落飞天星星率先出手 对着永春猛攻而去 欲要将其击败 此时的永春经过师父指导 武力早已经飞西比 他使用永春寸镜 将飞天星星打得满地爪牙 对于自己的失败 飞天星星很不服气 他再次向永春攻来 想要一血前耻 对此永春丝毫不惧 他果断出手 再次送给飞天星星一个豪华大礼包 对于永春的话 飞天星星自然不会 他再次攻出 欲要击败永春 不料却依旧不是其对手 没办法他只能使用绝招棉花毒 牢牢锁住永春 然后再将其弹开 不查之下的永春瞬间中招 好在他及时反应过来 这才没有受伤 在永春这一击下 飞天星星直接被打成重伤 可他依旧还是不死心 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如永春 接二连三再次对弃攻去 不要回应他的只有惨痛的教训 在永春连环寸进的攻击下 飞天星星年花毒彻底失去作用 剑状永春赶忙接上攻击 将飞天星星狠狠地踹到地上 在永春接连的攻击下 飞天星星害怕了 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奇言 剑状永春也不再动手 准备离开山寨 就在此时 飞天猴子从一旁杀出 要替大哥报仇 无聊却被永春一脚踹翻 就这样 在永春的教导下 飞天星星弃乐从善 再也不做欺负百姓的事 而永春也和梁伯涛修成正果 我是钢蛋 下期见